已经非常的年轻化 讲我本身身边的朋友都好啦 我 在去年就听到一个我的一个顾客 32岁 他就中逢了 OK 他中逢的时候被送进医院的时候 大家都认为中逢大部分都是 什么问题 血压高对吗 但是这个朋友 他32岁 他中逢的时候 被送进医院的时候 他的血压在130 高 那么是什么状况 会少持送送除了这个高血压 还有就是现在很年轻化 20多岁 20多岁的 我的 先生的一个同事好多年前 28岁 在一个星期间 去喝酒 回来第2天 中午1-2点多还没有睡醒 他爸爸就很好奇 就开门去看他 他们这次还没有醒 结果就发现到他的整个枕头 完全的就是枕头是 就是抱血管 他的枕头整个是 出血 OK 他已经已经断气了 28岁罢了 所以这些种种的状况 为什么会 现在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呢 所以好不好 我们现在 就把时间 这宝贵的时间 我们交给 Mr. Lee Mr. Lee 你在线上 准备好了吗 呀可以 没问题 好 然后大家 好 大家晚上好 那么今天 可能一些 开会的因素 今天的人数 就没有很多 那么我也相信 大多数都是东马的人 那么对于我来说 有 有不多 我看没有多个是戏码的 那么大家 首先 先感谢大家 就是在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 也是 很 准时的 上来上课 就是来听一听 来了解多一点 有关于这些 可能健康上面的这些问题 或者是I'm Lazer 到底是 能够怎样被应用 在预防 或者是 甚至是 在帮助 这个中风的治疗上面 然后他能够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 那么今天呢 我基本上呢 会比较 详细一点的 我会讲解一下 那么当然 因为 这个中风 很多的因素呢 前面的阶段 我在讲这些 三高的时候 都已经有在 谈起过这些东西 那么可能 我会比较简列的一点 等一下我讲到 成因这些 因为我不想要重复又重复 那么大家如果 上几堂课 我们讲到 血糖高 然后讲到 这个胆固醇高 然后讲到 这个血压高 那么 你如果没有听到的话 那么你就回去 我们之前的 这个录影带 再仔细的 再了解一下 Anyway 我还是会简单的 将它简短的讲一讲 那么今天主题 当然我们是在讲 中风这一回事 那么到底什么是中风 那么中风基本上呢 是 我们这里要讲的 这个中风是脑中风 就是脑部的一个问题 是脑部里面的血管 被阻塞 而不能够供血 到你的脑部 形成脑部的伤害 或者是呢 脑部的这些血管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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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陷 或者是 它 这个 承受不住 一定的压力之下 它爆破 而引起 脑出血的状况 那么这两个情形 都会引起 你的脑 脑部的细胞 会受损 那么这个受损呢 会导致 后来我们讲的 各种各样的 后遗症 半生不随呀什么这些 那么这个过程 这个脑部 这种受损呢 我们就称之为中风 OK 好来 让我 怎么我的mouse 哪里去了 OK 在这边 好来 那么在马来西亚 这个中风呢 是排在前五名的 一个致命的疾病来的 那么 甚至是 它的数据是 很吓人一下的 那么在我们马来西亚呢 到 2019年 一直 这个报告呢 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 中风协会 的报告 大马呢 是每10分钟 就有一个人 会中风倒下 10分钟就有一个人 一个小时 60分钟就6个人 一天24小时就有 百多个人 会中风的 所以每日呢 近百人中风 而且呢 他是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迹象 那么他也 被这个统计呢 是马来西亚的 第三号的杀手来的 就是在这个疾病的排名榜上 他仅跟着 这个关性病呢 就是心脏病 然后 然后这个 癌症 接下来就是这个中风 那么越来越年轻化 越来越多的人呢 更容易 患上这个中风的问题了 那么当然在过去 我们是看到的 通常中风的人都是 六七十岁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 是越来越年轻化 那么现在统计呢 大多数开始会得到 这个 会有中风的风险存在 大概是在五十五岁 到六十五岁这一段期间 就已经 数目是越来越高 但是呢 他有更小的年纪 就中风的例子也越来越多 蛮多三十多岁 甚至 二十多岁 甚至 十多岁 都已经开始有 虽然还没有很多 那么这种 会让人非常非常的担心 那么当然 他最主要的原因 也是因为 这个 很多我们生活的形态 饮食习惯 这些 引起的 那么随着 科技越来越进步 人变得越来越富裕 我们吃 然后我们的生活习惯 都是越来越 没有变得越来越好 反而是变得越来越不健康 那么这个会导致 这个 脑中风 就很容易会出现 咦 我到底有没有 阿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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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Hello 嗯,聽得到 剛才我講話有聽到嗎? 有有有 有啊,我講了一段話有聽到啊 我還以為我沒有開到那個sharing okokok好,來,我們回來這邊 嚇了我一跳 ok,好,來 好,來,那麼基本上呢 中風是有分為兩種的 那麼我們有時候 並不很仔細的了解 那麼我們以為每一個人中風都一樣 那麼 調理啊,或者是他的知音 也都一樣,其實是不一樣的 那麼腦中風呢,基本上我們可以分為兩種 一種呢,是血血的 就是那個血液供應到那個腦部不夠 然後引起腦的細胞的死亡 我們叫缺血性的這個腦中風 那麼第二種呢,是觸血性的腦中風 那麼這種觸血性的腦中風 那麼這種觸血性的腦中風是因為那個血管 然後承受不住那個血壓 或者是缺管有缺陷 或者是脆弱了 它頂不住,它爆破 然後那個血液就流出來 那麼引起這個腦部 壓力增加,引起腦部這個細胞的死亡 那麼基本上就有兩種的這個分別在那邊 那麼大多數的目前來說的這個腦中風 是這個缺血性的腦中風比較多 而且它大多數是發生在老人家身上比較多的 這些都是因為長期的這個身體的運用 那麼這些血管開始有一定的阻塞 一定的變狹窄 然後那個血液供應去你的頭部 越來越少 長期的引發這些腦部的這個細胞得不到滋養 那麼這些細胞可能慢慢死亡 那麼這個過程也可能會引起其他一定的病症 慢慢的浮現 比如說可能會有一些這個滋力上面 或者是記憶力方面的退化開始展現 OK 那麼這些都顯示那個腦的細胞開始退化 那麼直到有一天這個阻塞 可能又因為一些血酸的形成 它嚴重的阻塞起來了 那麼完全不能夠供血去到你的腦部的細胞 這些細胞就完全的損壞或者死亡 那麼就引起這個血血性的腦中風 那麼它會引起什麼問題 就要看是在腦的哪一個部分出現了這種狀況 OK那麼第二個呢 這種觸血性的腦中風呢 通常它比較耗發以比較年輕的人 而且通常是在很多可能一些的激烈的運動 不規律的休息之下 那麼血壓提升在身體裡面 那麼它的血管可能有一些先天性的脆弱性 或者是長期的可能這個血管的硬化已經形成 那麼這個血壓的提升而讓到這個血管可能爆破 而形成觸血的 那麼這種觸血性的中風是比較嚴重的 而且它的觸血可能一定兩三分鐘 可能也會就很容易致命 因為那個血如果在腦裡面跑出來 腦壓會增加 然後如果沒有止血的話 那個腦會承受不足 裡面的細胞會死亡的很多 那麼後遺症是非常非常大 如果比較起來 這個缺血性的腦中風 這個觸血性的腦中風 是這個嚴重的很多的 而且它大多數比較年輕的人出現這個問題 而且它致命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而且是在很短的時間裡面爆發 很短的時間裡面可能就會導致整個人不能運作 然後死亡昏迷那種現象 所以我們基本上有兩種的這個現象 當然兩個這種腦部這種中風的現象 都會導致腦的某一個地方的細胞可能出現的問題 OK 可能會損傷很嚴重 或者是甚至是死亡 也會嚴重的影響到腦部的很多神經的這些組織 那麼有時候這些神經就是跟你的腦幹是結合 然後它會傳達到你的脊椎 很多我們身體要做的那些東西都透過這種神經系統 它傳達比如說你的手要動 你的人要走路這些都要傳過這樣子的一個傳導 那麼這種情形會導致到這一些裡面的這種神經線可能會受損 甚至有時候會死亡 那麼它的那個很黃靜的時間通常一種這個塑料就要很短的時間裡面去到醫院 然後第一個當然是要腦部止血的動作要做好 然後有多餘的血液就要將它弄出來 要不然那個膏藥在你的腦的細胞就會死掉 然後就會引起很多不同的後遺症出來 所以這些後遺症才是這個腦中風最可怕的地方 那麼這裡你可以看到這就是兩個不同的地方 通常這個去血性都是因為裡面有那些block 有那個阻塞的現象 比較緩慢的它逐漸讓一些血管不能夠供應那個血液去到你的腦的細胞裡面去 那麼這個觸血性的是這個血管有爆破的現象 通常其實在中風裡面的高血壓是最大的這個risk factor來的 就是最大風險的一個東西就是高血壓 因為有時候我們的血管會在血壓承受不住的那種狀況而出現的 那麼好像剛才Adeline講到那個很年輕的那個年輕人一樣 那麼平常血壓也沒有很高 那麼我們第一堂課談到高血壓的時候你就會發現到 當然我們身體這個血壓它會隨著時間不一樣 身體狀況不一樣它產生很大的變化 那麼我們平常最重要的是那個血壓的穩定性要理想 那麼我們也知道通常在半夜的時候 可能四五點我們的血壓通常都會偏高 比較高的那麼如果又沒有喝水 生活形態又不太理想 那麼可能就在睡覺的時候 這個血壓隨著這個身體排解 身體的血液的濃度越來越高的時候 那麼在半夜可能這個血管 血壓也提升但是你沒有那種自覺在睡眠的時候 那麼血管可能也有一些 限天性的這種比較脆弱的地方 那麼有蠻多的人都有一些這種狀況 就是腦部有一些血管 它限天性的比較狹窄 比較幼小 那麼這一些都有可能在這種狀況之下 血壓又提升它爆破 然後又沒有在半夜的時候 沒有來得及做這個急救 送院急救 那麼很多時候都在很短的時間裡面 就真的是會死去的 我職位本身也有蠻多的 見過蠻多的這些例子 我本身的一些同學這些 他們也是大概在40多歲 也都是一樣 就是在睡覺的時候 突現這種腦中風 心臟病的發作 而導致的死亡 所以 這是一個很致命性的 一個疾病 但是更可怕的 有的時候我們講 如果真的是一爆破死了 那就一了百了 就什麼都看不到了 但是這個中風最糟糕的就是 很多時候 他並沒有讓你 就此死去 但是他留下的後遺症 確實非常非常非常折磨 而且會對一個人的一生 產生很大的那個影響在那邊 那麼這邊呢 我們來看一看一般上 就是因中風 我們就看中風的地方 是在前夜啊 後腦啊 不同的那個地點 那個腦的 不一樣的那個區域 他產生的這個副作用 就不一樣了 OK 如果比較輕微的 一些沒有這麼嚴重的 可能他會導致你的一些 記憶力啊 就是下降或者是 賞識了一部分的記憶也有可能 OK 那麼另外更 common的 就是我們看到就是 那個口啊眼睛啊這些 會歪血 因為這些的神經受到壓迫 或者是有受到 那個這些區域啊 這個口眼的區域呢 有受到一定的影響 OK 那麼這些還算是比較 輕微的一種影響來的 嚴重一點的就是偏瘫呢 就是不能動啊 就是手腳不能動 有一些是一半的身體不能動 那麼嚴重一點的就是整個都不能動 OK我們講哈就是 產生了肢體麻木啊 感覺障礙啊 就是沒有感覺了 也不能動了 那麼這些就比較 嚴重的哈 那種癱瘓的情形出現了 那麼當然也有的人呢 他的語言哈 就是他腦部控制這個 講話的地方受損 那麼語言就會出現障礙 就是講話哈 已經沒有辦法像以前這樣哈 很順利的講話 或者呢 要表達要講的那個語言哈 會會失去了 只能講一些哈 很奇怪的哈 這個這個語調出來 我們講就是突然變成 外星人講話這樣哈 一一二二這樣子的文字出來而已 OK 那麼當然 更有一些比較嚴重一點 當然就會有吞咽困難啊 吃東西很容易唱死水啊 那麼這些哈都比較麻煩哈 如果有這種狀況 因為在吃方面哈 都會出現問題了的 就是他要吞東西下去 那麼也有蠻多的 需要透管哈 就是沒有辦法吃了 啊 那麼一般上有這種狀況哈 當然 那個生命的維持哈 就 不是這麼容易了 OK 那麼如果清醒的呢 我們講的哈 就是 啊 這些口眼啊 外邪啊 一些哈 手手 單手哈 不能夠怎麼動 這些還只算是哈 比較輕微一點 那麼 恢復的記憶 我們的左腦哈 我們的語言哈 全部都是在左腦的這個地方 OK 那麼如果這個地方哈 這裡的細胞死掉哈 或者是神經系統哈 有出現狀況哈 那麼就會出現語言障礙了 OK 如果是在右腦的前夜這邊哈 那麼你會有空間忽略 就是那種平衡感失去啊 OK 這些這樣子的一些問題 啊 那麼在腦這邊那是交叉的哈 就是左邊的腦控制我們右側的這些眼睛啊 右側的手啊 那麼你看到那些人中風過後 如果他右手不能動 就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的左腦 左腦哈 就是被受到影響 那麼如果是左邊的腳不能夠動哈 就是右腦受到影響 這個就是左右腦中風 當然有的時候如果更嚴重一點的 整個整個腦哈都更大的範圍 那麼可能就完全不能夠動的那種情況哈 就會出現了的 所以從這裡你會看到呢 這個中風哈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哈 這個腦部的一種疾病哈 那麼這個大腦哈如果生病了哈 啊 坦白說哈 我是看過很多這種病症的人 OK 不只是說哈 個人的這種已經不能夠哈 自我照顧哈 坦白說哈 會活得非常沒有尊嚴 你的大小二便啊 吃飯什麼哈 都要依靠哈家人的這個 幫忙哈 才能夠做得到 那麼 坦白說哈 很多都是生不如死的那種感覺哈 是持存在的 而且呢 有更多的哈 就是一拖就是 十多年也有的 尤其是哈 長期的癱瘓不能動的哈 我們是看到有蠻多哈 就是一二十年 他還是存活著 那麼這個對於一個家庭來說哈 尤其是我們發現到呢 統計裡面呢 是講到哈 男人哈 這個中鋒的紀律呢 是比女人高很多哈 大概有六成哈 是男人哈 會中鋒的 那麼這個很大的程度哈 當然是跟我們的這個 有的時候壓力啊 生活型態啊 或者是工作啊 這種這種現象哈 是密不可分的 那麼當然 女性呢 基本上會是在 通常會是在停經過後 比較容易得到中鋒這種現象 因為呢 對於女性來說呢 因為有一定特定的女性荷爾蒙 她們是一些很強 能夠強化 無論是血管彈性啊 這個身體的這些 調節哈 有非常好的作用的那個 生理和分泌的這些荷爾蒙的物質 能夠保護很多的女性 免醫這麼容易得到心臟病 或者這個中鋒 但是呢 通常在月經停止過後 就是卵巢激素哈 這些女性荷爾蒙 她減低之後 那麼身體就沒有這麼好的 獲得保護 那麼她也隨著這樣子 會提升她的機率 得到心臟病 或者是得到 會導致中鋒 這種現象會出現的 當然更多的時候呢 中鋒 當然是 從 有很多小小 我們忽略了的那種小問題 慢慢延伸 除了一些特殊的例子 那麼她也算是一個慢慢累積 到了年紀比較大的時候呢 她爆發出來的一種疾病來的 所以呢 其實她是一種呢 可被預防很大的程度上面 我們如果在更年輕的時段 將自己身體呢 維持在一個好的狀態 我們避開一些 我們所謂的那些三高狀況 那麼你患 就是得到中鋒的紀律 就會降低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呢 很多這些壞習慣 我們有的 比如說抽菸 喝酒這些 都是很大程度 會加速這種中鋒的現象 那麼如果你沒有染上這種 惡習 或者能夠盡早的 斬斷 這種不好的習慣 那麼你就能夠幫助你呢 在這個中鋒的這個問題上面 降低你的風險非常非常多 那麼當然如果中鋒呢 能夠即時被發現 他就有很大的程度呢 能夠救活一個人 我們講 就是能夠拯救生命的 所以我們是有必要 來稍微的了解一下 當一個人如果他要中鋒了 他會有什麼症狀 那麼如果我們能夠即時 在還沒有變得更嚴重的狀態之下 我們即時求醫 那麼很多時候 我們可能能夠避開嚴重的 這個中鋒發生的 來我們看看 這幾個字 你們一定要記得 然後在你 檢查一個人是不是中鋒 他能夠幫助你 能夠知道那個真實的 什麼symptom 是代表一個人是在中鋒 這幾個字就是Befast 他很巧合的就是要快 那麼這個中鋒也是要快的一種疾病 如果被確診是要中鋒 你的行動一定要快 所以這個Befast是非常非常好 反映出我們在中鋒上面 可能要做的行動就是快速 那麼這個B代表什麼呢 就是Balance 那麼通常一個人 如果他有確診性的 開始在那個腦部 腦部的血液供應 開始下降 開始影響到那些腦細胞 可能他就會出現 他走路會失去平衡 OK 那麼可能會有一定的 這個混訓的這種 要暈這樣子的那種腦 這樣走路的時候 腳部會不穩 很難平衡的那種狀態 就是要很快的就坐下來的那種狀態 那麼有一些人不懂 他會勉強的還走 那麼很多時候就這樣子摔倒下去 那麼這個中鋒的腦 這中鋒就馬上發作了 那麼當一有這種Balance 出現不理想的那種狀態 那麼基本上這個人就要坐下來 馬上坐下來 好好的停止活動 休息 那麼這個可能是有機會避開 但是也因為這樣子有蠻多的人 有時候他們偶爾出現這種狀況的時候 他們只是覺得可能自己貧血啊什麼 那麼他們會忽略的 那麼他們沒有過後進行一些檢查 到底到底自己身體是不是出現了一些問題 那麼可能會錯失的話 你更早知道自己有一點狀況的 那種symptom 你沒有抓緊 那麼第二個呢 我們講的就是眼睛 那麼這個眼睛呢 通常如果你的眼睛的這個視線 開始有出現模糊 那麼當然眼睛模糊 有的人因為有糖尿病啊這些 他們會越來越差 但是呢 這種縮的發生 它是會突然間的那個眼睛 那個模糊度會增強很多 就是人間好像很萌 而不是緩慢的 那種因為糖尿病 而影響著神經系統 或者血管的開始的退化 血液供應不足那種現象 那麼這一個如果是血藥 在你的腦裡面有持續的增加 而對你的眼壓出現狀況 那麼那個視力的變模糊 會突然的很嚴重的 那麼這些都是一個很強烈的symptom 你要去做這個很好的檢查 而且是最短的時間裡面去做是最好的 那麼有時候一些缺血性的 這個中風 它可能在兩三個禮拜之前 就會出現一下這樣子 因為缺血性就是 這個腦部的血管 開始變得狹窄 血液的供應去 你的腦細胞越來越低 那麼引起這個腦細胞受傷 甚至慢慢就是死亡 那麼死亡的腦細胞如果越來越多 可能這些狀況 就會慢慢出現 所以呢 它可能就會有這種 在前面出現的一些輕微的症狀 來表示這個腦部 這些狀況 在退化當中 那麼如果你即時能夠 警覺的話 去做比較深度的檢查 那麼可能 你可能會避開中風的 這個問題 那麼當然有的時候 有一些中風的狀況 是很很強烈的 那麼通常有蠻多 可能都是觸血性的 雖然我們看到呢 大致上中風的例子裡面 有70%是缺血性的 就是那種緩慢進展的 大多數的觸血性 都是一些遺傳因素 在你的血管上面 出了一些差錯 那個血管的構造 或者是血管的彈性 這些 出現了一些問題 而爆破 而導致的一些問題 OK 那麼 可能有一些人 也會更早的時間裡面 在你的臉 出現了一些傾斜的現象 就是左右開始不對稱 OK 就是左右兩邊 一高一矮慢慢出現 有時候在開始的時候 是非常小的 非常不明顯的 那麼當然也有的人 如果你叫他拿那個舌頭出來 他的舌頭不能夠再珍重的 會偏向一旁一邊去 就是說 那個神經 控制你的臉的這些 可能有被壓迫 可能有發炎 這樣子的一些 這樣 那麼導致你的臉部的表情 開始會出現 一些比較明顯的變化在那邊 通常會變得高低 或者是嘴 開始有一點傾斜的那種狀態 那麼 大多數的人 他出現了比較明顯 我們叫小中風 就是有一些細微的 一些血管的包破 在那個腦影響到一些小部分 但是他又沒有很明確 但是那個 比較明顯的臉部的這些 這些肌肉 受到了一定的拉扯 那麼這些如果你還不去 就醫 那麼可能接下來就會發生更大的 這個中風 而影響到那個腦的受傷 會更加的嚴重 所以呢這個 可以說是比較 如果我們在這個臉部 也已經可以觀察到 它的一高一低 這個已經蠻嚴重一下 這個 如果你還 拖拖拉拉 還不想去看醫院 就是檢查的更徹底 你就很有很大的機會 會面臨一個更嚴重的這個縮 那麼第四個A A就是我們的手臂 那麼這個 這個手臂會變得無力 就好像心臟病的 那種症狀 手臂會變得軟弱 沒有力氣 甚至腳部 可能也會出現 這個控制上面 不太良好 這個力氣 好像不很夠的那種狀態 那麼這些都顯示到 可能這個神經的傳導 那種力量的產生 受到一定的影響 它跟我們腦部裡面 控制手腳的 這些神經的signaling 跟我們身體這種 能量產生的指示 從腦部的這種signal 給我們身體變得不夠明確 不夠穩定的一種現象 那麼我們就會在這個症狀上面 看到這個手腳 也突然間好像不太能動 當然這個是非常非常明顯 就是已經有中風的跡象 我們通常都會趕緊去看醫生的 如果有一些人還這樣固執不做 不去看的話 就可能是會嚴重的 這種很致命的 這個sok可能就會爆發 然後第五個就是我們的speech 就是我們講話的能力 突然間發現到講話很模糊 要表達的東西又表達不到這樣子 那麼這個語言區 在你的這個左腦的前夜方面 這個語言區可能受到一定的影響 那麼有壓迫 那麼你的語言能力就會失去了 OK 那麼最後一個T 就代表時間 那麼如果有這些症狀一出現 那麼很肯定的 你要把握著這個黃金時間 就是在最短的時間裡面 就要去做重塑的 進行這個被醫生檢查 然後進去醫院裡面 可能有水川已經形成 那麼當然有時候 我們很多的人 如果不幸運的話 OK 這些他來的這種缺血性的 那麼可能你就馬上進入 分離的狀態 OK 而且那個就是 你可能會當場死亡 甚至呢 時間 即使你想爭取也爭取不到 但是我們這裡講 就是如果不是這麼嚴重的 那麼你得到 你有這樣的一些symptom 是確定你正在身體裡面 敬意著 這個腦中風的 這個symptom 這個現象 它還沒有來到嚴重而已 那麼你就要 儘快的 這個 一定 這個時間裡面 你去醫院 好好的去檢查 那麼通常我們是建議 通常一出現這種症狀 就馬上去檢查 那麼才有 很好的機率 你得到救治 OK 然後不留下太大的那個 破壞在你的腦部 要不然時間越長 他的損傷越大 那麼他的後遺症 就會越高的 OK 所以 剛才我先講了 那麼 因為 因為 中風 所引起的這些很強烈的 很嚴重的 這種問題 所以 防治這個中風 是 刻不容緩的 而且我們也知道 這個中風 其實真的有很大的程度 是可以預防的 OK 那麼你看 這個是導致中風 最主要的 原因 那麼你可以看到 裡面有很多的原因 其實 是可以避免 可以預防的 那麼第一個 當然是我們講的三高 就是高血壓 高血脂 糖尿病 這三個 阿爸阿爹或者是 這三姐妹 那麼 能不能夠預防呢 其實是可以預防的 在他 甚至是 即使你已經有了這三個問題 沒有預防好 已經得到這三個問題 那麼還是可以治療 可以控制的 那麼 只要 你將你的高血壓 高血脂 跟你的 這個血糖高的問題 控制好 那麼 你得到中風的激率 就會降低 非常非常多 那麼 我們很多的問題是 第一個階段 我們沒有預防好 這個三高的形成 就是 生活形態很不好 吃啊 方面 沒有照顧好 長期的累積 這些都是很慢性的 一些疾病 那麼來到一個階段 已經有了這個問題 在我們已經有了這個問題 我們看了醫生 醫生給了我們要吃 但是很多時候呢 我們卻又沒有很好的按照指示 將這個三高控制好 然後 也不肯做出改變 來強化 來穩定住 這些血壓 血糖 血脂 不讓它再一度的恶化 或者呢 透過改變我們的生活形態 我們也是有機會 將這三高呢 將它慢慢的恢復回來 而不依靠藥物 這個是可能的 這個也是為什麼我們 就有這些 這個M-Laser 這些 這樣子的一個 調理的 這一個 器材 讓你來運用 來幫助你 降低你的高血壓 高血脂跟糖尿病 OK 那麼 你有沒有去運用它 然後你有沒有看待好 你的這個身體 然後你對這個中鋒的認識 有沒有加強 有沒有因為 這個中鋒越來越普遍 你對它的認識 有沒有提升起來 那麼這個都回溯到 我們的態度問題 我們的認知問題 因為我們平常 都對這些東西 太沒有用心 太忽略 他們在 慢慢的 在我們的身體裡面 侵害著我們這個身體 讓我們進入 有三高的這個環境 尤其是已經有三高了 我們有時候也會 忽略要怎麼樣 重新的調整自己的身體 而是讓這個狀況 每況以下 沒有得到很好的控制 總是等到最後一刻 這個中鋒發生之後 我們才來後悔 這個是我們人 有的一些略更性 也是我們的 這個認知上面的一些覺醒 有時候不夠強 我們才會看到這些改變 好像很困難 其實真正來說 一個健康 是不是有很多的人 能夠吃到一百多歲 你看通常 在訪問他們的時候 他們會講的 要活到一百多歲 好像很容易 其實只是 你的認知 你的規律 有沒有形成 習慣有沒有形成 OK 然後更多的 你的慾望 有沒有太多 這些都是有關係的 OK 那麼另外呢 我們發現到 這個中鋒 如果你已經有冠性病 就是你有這個 這個血管阻塞 在你的心臟的這些 那麼它會導致你的 泵水 可能不夠理想 這個很容易會 引起血酸的 這個形成 因為這些血液 它流動 不夠快速的話 那麼血裡面的一些 物質 一些油脂 很容易 凝結 然後變成血酸 這些血酸 是導致中鋒的主要原因 OK 那麼 另外呢 最多 最大可能的 引起中鋒 當然跟肥胖 也是有關的 因為過多的這些 油脂代謝又不良 那麼你身體裡面 這些 這些 血酸的形成的距離 就會越來越高 尤其是 我們講的 很多時候有尿酸 這一類的 這種 會導致 血液裡面 接近體形成非常的多 或者 脂肪 半塊 就很容易形成的 這種現象 那麼這些都是 會影響到 血管的受傷 發炎 那麼這些都是 是引起 這個 我們講的 血酸 或者是 我們身體在 修復的過程 讓我們的 這個 血管壁 有太多的 這些膽固醇的 寄存 變厚 然後使到我們的 血管變窄的 那種現象 OK 那麼當然 更嚴重一點的 就是我們 通常 要改變的 沒改 這個不需要做的 我們就做太多 就是 這個 喝酒 然後 這個 我們講的 這個飲食上面 抽煙 或者是抽煙跟喝酒 這兩個 是一直以來 我們都在談到 無論是 哪一種病症 它都是 幫兇 一個最主要的幫兇 那麼 很不幸 有很多的人 都有這樣子的 壞習慣在那邊 當然 我們是看到 整個 全球的 局勢 局勢在 這個 禁酒 禁煙方面 都是在 下了很多的功夫 而且 基本上 應該 效果也還蠻不錯 蠻多的人 在這一方面 開始有 想做的 這個 改變 OK 尤其是抽煙這些 那麼 基本上 根據 這個研究呢 抽煙 是引起 這個 血酸形成 腦中風 裡面 一個非常非常大的 一個因素來的 OK 所以從這裡 你就會看到 基本上 一個人 導致這種中風 你會看到 它更 影響到我們 高血壓 高血糖 高血脂 也 同樣 是有的 那麼 基本上 一個健康的理念 大致上 是相同的 那麼我們在這個 這個 養生的 這個觀念裡頭 如果沒有做好的 那麼當然 它會引起 不同樣的 這種疾病 那我們在 調理上面 當然 只是有一些 微差在 大致上 我們要做的 尤其在生活上面的 改變大致上 它 都是一致的 當然我們知道 就是第一個 肥胖 要調整好 這些血壓 血糖 血脂 要保持好 所以呢我們在 飲食上面 要有一定的 這個管制 一定的 平衡的 去攝取 然後一些壞的習慣 喝酒抽煙 這些 要避開 不要染上 這樣子的餓死 OK 然後 另外的一些高壓 這個生活上面 怎麼樣放鬆 這些 那麼只要我們 能夠往這個方向 去做的更好一點 雖然有時候不能夠 100%做完 但是就是 透過這種方式 我們 能夠 對我們的 這個身體 能夠產生 很大的作用 以及很大的 這個幫助 那麼 永遠要記得 我們原本的 身體的設計 就是一個非常精密 完善的一個機器 我們有自我修復的系統 我們有自我排解的系統 那麼只要我們稍微的照顧它 其實我們身體呢 有很強的自我療癒的 那個能力在那邊 那麼我們更大的程度 是因為我們的 我們可以說有時候是因為我們的欲望 我們的貪心 那麼我們在飲食上面的 這種不均衡 就是喜歡吃的我們吃的多多 不喜歡吃的我們一點不吃 我們是跟隨我們的喜好而吃 而不是跟隨我們身體的需要而吃 那麼這種 心態 導致到我們身體呢 進入一種失衡的狀態 那麼更多 好比說這種壓力啊 這些 我們發現到它也跟我們的思維 是直接有關係的 因為有的時候 我們要的太多 不是因為我們生命 或者生活裡面真正需要的 而是我們喜歡想要的東西 我們要的太多 所以這個會讓我們進入一種現象 我們會為了想要的東西 打拼 我們要更多的金錢 我們會花更多的時間在工作上面 而忽略了我們的休息 而忽略了我們身體的這個保養 那麼更糟糕的 有一些人甚至會來到那個狀態 這個錢好像比他的健康還重要一點 就是為了賺錢 他可以犧牲他的這個健康 OK 就是不理三七二十一 就是直到那一天 身體不能再運作 他才能夠 才會停止 才會可能後悔 到那時候 在面對醫生的時候 要將醫生所有的 可能賺回來的錢 又一次過的就給醫生拿去 那麼這些都跟我們的認識 跟我們的這個 對生命的一個態度 它是直接有關係的 所以我們是有必要 除了認識 這個 我們身體上面怎樣照顧的話 我們也要清楚明白 很多會形成的問題 通常都是從我們的思想上面先開始 OK 所以中風這個課題 大家都知道 它是很嚴重 而且它是很麻煩 而且它影響非常非常的大 那麼如果不小心 一個比較嚴重的中風 可能你一生的處戲 就會完了的 你就會全部貼給醫院 那麼過後 你還會連累你的家人 還需要人家的照顧 而且費用也非常非常的高 請一個人 回來照顧一個 這個癱瘓的病人 是要很多錢的 如果我是有這樣的經驗 因為家裡面曾經有發生過 有家人就是也不算癱瘓 只是說不良語形 是要在床上 然後吃飯 大便小便要人照顧的那種狀況 就已經發現到 就是要維持 如果你要請一個專業的 這種看護來看 一個業最少要八千四千的 便宜一點 請一個印尼婆回來 熱業這樣子 也都要三四千這樣子 所以 避免讓你走向這一個道路 是在更早的時間裡面 你就要醫治 要怎樣來好好的 照顧好自己身體 那麼當然現在醫學已經證明了 這個高血壓 這個中風呢 因為它是跟你的血管 當然我們 批除了這個先天性血管 有問題的那個原因 如果是這個原因 當然是在我們的 控制的範圍之外 但是我們能控制的 就是避免這些阻塞的現象 在你的血管形成 避免你的血管有硬化的現象 有退化彈性不好的那種狀態 那麼避免你的血液 長期的都是濃稠的狀態 很容易有血酸的形成 那麼這些如果我們能夠做的好一點 當然這個中風是不會早上門的 OK 那麼這個就是我們在談中風最主要的第一個 先預防好這個三高 那麼我前面三個星期 我已經講了這個三高的這種調整的那個方式 我就不非常詳細的這樣子再講 等一下我會講一講 I'm Lacer到底怎麼幫助它 那麼這裡呢 當然我們的飲食習慣 對於這三高那麼也肯定的 對於這個中風是有很大的影響 這個中風也算是這個心血管疾病的一種 那麼你長期的沒有吃早餐 美國研究院就表示 這個心血管死亡率會增高87% 中風的機率也會高出三倍 所以單單只是一個吃早餐 我們發現到有太多的人已經在這個很簡單的這個習慣上面 就已經有偏差沒有做好了 更不用說其他的餐裡面那些飲食上面沒有做好 而吃的不對不均衡的那種現象 所以怎麼吃要怎樣吃是需要去學習一下 那麼他是不是這麼可怕 這麼限制的這麼強烈的 有時候也不見得 只是說我們的習慣 然後我們的認知有太多我們想吃的食物 喜歡吃的食物 其實他都對我們的健康不是這麼好 是需要我們是限制 而讓我們不能很盡心的去享受這些美食 讓我們覺得很不過癮 而一些我們不喜歡吃的 卻是在我們養生裡面很重要的東西 OK這些都是我們要特別去留意的東西 我們來看一看這個IMLASER OK那麼到底IMLASER能夠在這個中鋒的衣房上面 當然衣房上面我前面就講的蠻多 OK他是怎麼運作 然後他怎麼來幫助 那麼這裡我們再簡單的輕輕的再重複一下 OK那麼IMLASER用了這個650nm的這個紅光 透過雷射的這個原理來照射進去我們身體 那麼第一個當然他是會產生一個非常強的 這個進化血液的作用 就是不要讓血液變得濃稠 不要讓血液很容易形成有血酸的這個現象 他能夠進化你的血液 所以在這個血液的進化之下 你的血液能夠跑動的更理想 這個能夠幫助我們的營養的傳導 然後我們的氧氣輸送到我們的這些細胞裡面 能夠變強變多 那麼這些都對我們細胞裡面 產生能量的過程有很大的幫助 那麼最大最重要的一點 當然他能夠讓你的血變得沒有濃稠 就是有進化那個血液的那個作用 再加上這IMLASER對於肝臟也有很好的提升 所以你的血在長期運用IMLASER之後之下 你的血液會變得更乾淨 對於以防這些血脂呢 血糖呢 然後血壓方面呢 它扮演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這個角色在那邊 當然這個光呢 當它隨著紅雪球 運送到我們身體其他的細胞的時候 這個光進入我們的細胞裡面 在我們細胞裡的線粒體 它會對線粒體的一種焦素 產生很大的激活的那個作用在那邊 那麼這個激活就好像讓我們的這個線粒體 就是我們細胞的這個能量工廠 它好像開電了這樣 這個酵素一被激活 這個線粒體就會開始做工 它會運用我們吃進去的營養水分 氧氣 那麼在這個線粒體裡面呢 轉換產生能量 這個能量我們叫做ATP的 也因為這個能量的產生 我們的細胞得以維持 它應有的這些功能 以及它的生命力能夠變得更強 以及這個細胞免疫受到很多外在一些病毒 或者衰菌這些的功績 而導致我們的這些基因受到一定的影響 就好像現在我們的這個COVID-19一樣 那麼就是一種病毒入侵我們的身體 然後它攻擊我們細胞 然後它更改我們的這些DNA 就是我們身體裡面的這個基因構造 這些都是發生在我們的細胞裡頭的 那麼如果我們的細胞是不夠強的 這個就很容易入侵 而更改了我們的細胞的構造 導致我們出現了很多的問題 所以這個光子就能夠幫助我們強化我們的ATP 也就是說強化我們每一個細胞 它的能量它的功能的運作 那麼我們知道整個身體都是細胞而成的 我們的器官也是不同的細胞組合不同的器官 這些器官的細胞如果得到這樣子的提升 肯定的這整個器官的運作 它的功能就能夠恢復回來 它就能夠做它應該做的工作做的更好 OK 那麼也因為這樣子 你的器官的能力就能夠提升 只要比如說我們要控制我們的高血糖 我們用這個M-Laser 是藉著M-Laser來提升 我們的胰臟的細胞能夠活化起來 讓這個胰臟的細胞慢慢的也好 那麼這個胰臟就能夠運作得更良好 那麼我們如果有高血脂呢 我們是希望提升我們肝臟在這個管理 或者是調配這種油脂上面 或者是控制這個油脂的運用上面 能夠加以提升 那麼我們提升這個肝的細胞 這個肝會變得越來越強 那麼它本來運轉的這些功能就能夠恢復起來 那麼它就能夠慢慢的 將我們的血液變得更好 慢慢的能夠調節我們身體裡面的這些油脂 將多餘的油脂變成這個膽子 將它排除出去 那麼降低我們的油脂 減低我們的血壓 然後對於一些糖的這種的分解 能夠提升起來 然後因為這個胰臟的修復 糖的運用在這個能量的產生之中呢 能夠被運用的更理想 那麼我們糖分就不會升高 那麼這樣子 就能夠同一時間的對你的高血脂 高血糖 然後高血壓 產生同時修復的那個作用在那邊 那麼這些器官 如果他們相互之間 又能夠配合的良好 那麼也就是說我們身體的各大系統 透過神經的連接 我們的神經的傳導 他們之間 互相的配合 那麼I'm Leiser 對於這些神經的傳導 神經系統裡面的修復的 這個神經細胞的修復 它有非常好的 這個能量創造 讓它修復的更理想的那個作用 所以長期的運用 我們慢慢的會讓我們身體的所有系統 它運作的更加的調和 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那麼你人體的那個修復 就會越來越強 越來越理想 所以這裡再簡單的講一講 就是運用這個光子進入身體 產生了這個ATP 同時呢也產生另外兩個物質 一個就是一氧化氮 我們叫做Nitril Oxide 以及這個ROS OK 那麼Reactive Oxygen Species 那麼這兩個呢 基本上他們是非常強的 這個神經傳導的因子 來的就是傳導 傳導那個Signaling 一個非常好 所以呢他們在細胞裡面呢 有肩負著這種傳導的作用 也讓這些ATP的這個運作 能夠更快速的完成 那麼Nitril Oxide更是一個呢 非常強的 在血管裡面呢 有進化我們血管的作用的一種氣體 它能夠讓你的血管裡面的血液 能夠變得更乾淨 甚至呢 對於一些血酸的形成 一些那種Block的形成 它有就是融化的那種效果 那麼長期會讓你的血管壁變得更乾淨 你的血管的彈性能夠恢復的更離 能夠作用 所以呢 RM的意思就是 在它創造這個光 刺激我們身體呢 這個現立體創造能量的過程 它就自動創造了這個一氧化彈出來 那麼要不然 我們身體要製造這個一氧化彈 很多的時候 我們是要靠 刺激很多很強的那個營養素 或者一些抗氧化很高 那些Berry就有很強 能夠製造這個Nitrioxid的那個功能在那邊 那麼Imm laser就是在應用的過程 會產生這一個物質出來 你不需要吃進去 所以一段時間你會發現你的血管很痛 血液跑到很理想 細胞變得越來越有能量 那麼你整個人的精神狀態會非常的理想 當然在中風的過程 我們強調的 我們是要修復這個腦 腦裡面的 可能如果說預防 當然我們每天的運用 那麼腦裡的細胞 血管這些 它的彈性的恢復 那麼血液變得更順暢 那麼你就避開 很容易會 這個血管阻塞 爆裂 而引起的這個腦中風的現象 那麼有一些人已經中風了 當然用這個Imm laser的光 透過鼻子進去我們的腦部 讓我們腦裡面的細胞 能夠獲得這個光 那麼在這個光的幫助之下 這些腦的細胞可以修復 當然很無奈的有的時候 一些腦裡面的細胞 可以說如果只是受傷 是有機會是修復 但是如果那個腦細胞已經死亡 那個修復是很困難的 因為我們的人的這個腦細胞 在我們成熟過後 它就不會再生了 所以如果它只是在等著死亡而已的 所以到我們成熟之後 我們的腦細胞就一定要好好的保護 不要讓它很容易受傷很多的死亡 所以有很多的人在五六十歲 所以那個腦細胞死亡就得到那種失憶症 老人痴呆症 就是那個腦細胞提早 一個一個在死亡的過程 那麼這種現象 如果它死亡了 那麼你要讓它恢復回來 是非常非常難的 那麼同樣的如果是因為腦中風 而使到這一些腦的細胞死亡了 那麼如果是在語言區的那些腦細胞 就儲存你的語言的地方 如果那個腦細胞死亡了 比如說你會講復健化 這個地方儲存復健化的 那麼它如果死亡了 你就永遠失去了這個復健化 你不會講復健化的 所以呢 避免這個腦中風的這種現象出現 因為過後如果你要修復這個腦的細胞 只有那些受傷而還沒有死去的細胞 還有機會可以修復 但是如果已經死亡了的細胞 要再重生是很困難的一件事來的 尤其是年紀越大它就越困難 一些小小年紀因為其他的因素而導致這種腦壞死的問題 他們還有機會可以再重生那個腦細胞 但是年紀大了的人 這個機率是非常非常的低 但是呢 在腦裡面 因為我們的腦裡面 通常中風會引起兩種的傷害 一個就是腦細胞的死亡 或者受傷 第二種就是腦的神經細胞 就是這些 跟這個腦細胞連接的這些神經 那麼這些神經通常它是會全部集中 然後跟你的腦幹和結合在一起 然後跟你的脊椎和結合在一起 所以呢 我們身體這些神經 就隨著這一個這樣子的結構 傳導下去 所以如果這個手臂 這神經要動那個手臂的神經傳導 那麼去到這個脊椎 要傳導去你的手的神經 如果這個過程 這裡面腦的神經缺斷了 就那個腦的神經受傷 有一些地方死掉 那麼這個傳導 signal 就不能夠傳導來 所以你的手 你的腦一直想著手要動 但是這個 signal沒有去到你的手 你的手是不會動的 OK 那麼很慶幸的 腦的神經 細胞 是可以重生 可以修復的 那麼 IM laser 被證實呢 對於 這個 Nitrioxide 這些 我們的 ATP的能量的製造 對於這個 腦神經細胞 的修復 它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我們在 蠻多的例子裡面 這五年 很多人 很多這些中風的病人 他們的手可能 不能動了 或者是 難以控制 那麼他們在應用 上面得到很大的進步 是因為這個腦的神經細胞 獲得強大的改善在那邊 那麼當然 這些改善 當然需要更多的 這個幫忙 尤其是一個 腦中風的病人 在這個修復的過程裡面 需要做的東西 是很艱辛 而且是 需要很大的努力去配合的 因為我們看到呢 其中一個 第二 因為要腦神經 恢復回來 除了我們 運用光子的幫助 讓那個人量的 生成 在這一些 腦神經細胞裡面 的提升起來 在人量之外 那麼當然 要讓那個腦神經 重新升回 和刺激它 是很重要的 所以那些 那個 腦神經 就是復健 是很重要的 因為那個腦神經 因為跟你的手的神經 那個傳導 那個連接 可能中斷了 那麼 要讓它伸回去 連接回去 你需要 一直重複的 給那個signal 就是你的手 如果你要你的手動 你就一直 是需要 不斷的有訓練 比如說你的右手不能動 你就要用你的左手 一直讓你的手 持續 有做這種 手動的這個動作 讓這個反射 能夠透過你的神經 一直刺激你的腦 的這個神經 能夠讓這個腦的神經 有很強烈的 要再生的那個作用 然後如果我們能夠配合一些 好的營養 好的生成的那個作用 一些乾細胞的催化 那麼這個腦神經 就有可能 會慢慢的升回 然後將它連接起來 那麼這些步驟 是需要很多的 這些 這個中風病人 在他們過了這個危險期之後 他們修復的那個過程裡面 他們需要拿出來的很多的努力 去重複不斷 不放棄的 持續的做 再配合我們運用 M-Laser的這個原理 來強化那個腦神經細胞的生成 或者呢 我們再配合一些 強力的這些營養素 能夠 刺激我們身體 這些乾細胞 成長技術 這些跟佛藥 能夠讓這個腦神經細胞 能更快速的 生成的這些物質 那麼你就有機會 慢慢的 從這個 困難的 慢慢 變得更理想 慢慢的更好 更好 再好 OK 要不然我們看到呢 其實蠻多的 這些中風療的病人 因為回來之後呢 當然身體很虛弱 很疲勞 因為氣血循環會受阻的嚴重 在身體各個部分 所以很容易疲累 那麼通常他們都是 都很不想走 或者是根本不想動的那種狀態 那麼在這種狀態 如果想要恢復你的功能上面 有時候是蠻困難的 你在物理上面 你需要給那個身體 一定的幫助 一定的刺激 所以為什麼 有時候 在中風的修復 這個療養過程中 我們會用很多的 這些針灸的療法 因為針灸療法 就是一個比較強 能夠促進氣 然後能夠刺激 這種神經反應 的一種方法 對於這些 腦神經的 這種修復 有起著一定的作用 那麼我們用 RM-Laser的原理 其實也都是一樣的 那麼當然我們是希望 能夠有做 腦神經的 腦神經的修復 當然它會更快 那個時間 可能會更短 OK 那麼這個是需要 大家去努力 自己去 要創造的一個問題 那麼下面這兩個 就是 RM-Laser 系統上面 配合神經 或者是 腦細胞的重建 能夠提升起來 那麼各大的 系統荷爾蒙 能夠運轉更好 能夠減低 更多可能有的 那一些副作用的 形成 而形成的 許多其他的問題 比如說你的內 分泌可能也會出現問題的 因為中風之后 OK 那麼可能很多時候 身體的 油胃啊這些這些這些 這些地方也可能會面對問題 那麼這些 都要整體的 做出一個 調節 整合 OK 那麼RM-Laser這個時候 是發揮他的那個整體作用 OK 那麼只要你又能夠修復睡眠的 修復得當 那麼你恢復的機率就更高 OK 那麼這個我已經講了很多次 今天我就不再重複 因為中風 如果你要預防 跟你在做這個高血壓高血糖高血脂 你要做的東西都是一樣的 休息要足夠 其實很多的病 如果要回歸到我們的生活習慣 他都離不開這一些 這幾個地方 不要肥胖 休息要足夠 要運動 然後壓力要懂得怎樣去釋放 要適當的休息足夠睡眠要理想 OK 定期的檢查身體 不能改變的 OK 能夠改變的 盡量的要去改變 那麼RM-Laser可以幫助你 在這一方面 如果你做的不好 他能夠輔助你 能夠做的更好 OK 那麼不能幫助到你的是你的飲食 一定要你自己去改變 OK 那麼如果你沒有改變 可能RM-Laser能夠提升你的排解的作用 能夠某個程度能夠幫助你 維護的 讓你不惡化那種現象 但是如果你說要變得更好 如果你也沒有配合這種改變 是不容易的 坦白說 當然這些壞習慣應該改的就改 就是不抽煙 不喝酒 這兩個東西 是所有的這些疾病 你都要注意 那麼這些食物 也都是在前面 幾個我都已經有談到的 可能你可以多補充一下 因為這些都是能夠清那個血管 保護性血管 因為在中風的過程裡面 最主要的 就是這一些血管 出現狀況 而破裂或者受損 而導致這個腦部的這個血液 引起的這種高壓 而引起的這個中風的問題 OK 那麼當然我們更大的程度 就是避免第二次的中風 如果有中風過的人 那麼這些保護性血管 能夠讓那個性血管的彈性強化 或者是避免性血管 在一次的有阻塞的現象 一定的好的油脂 這些你都可以參考 OK 可以多吃一點 在熱腸的飲食裡面 增加在你的三餐裡面 或者在你的早餐 多攝取一些這些元素 比如說一些好的油脂 那些cha seed 什麼的這些 都可以在你的三餐裡面 你可以添加下去 那麼當然 OK 如果你是一個沒有辦法 自己沒有辦法 或者是沒有人幫你準備三餐 而又很忙碌 無法治理的這些三餐裡面 自己去準備的人 當然我們鼓勵你 還是要補充一定的 這個保健產品 那麼當然我會非常的建議 目前來說你可以補充 這個Ventrust的這個CV8 那麼我是有經過了這一兩個禮拜 有聽了他們的講解 然後也上網去了解更多關於這個CV8 那麼當然上網 你是沒有辦法 因為這個CV8 是Ventrust的自我調製的一個配方 那麼在你不會在網上看到同樣的一個 一個FORMULATION 所以呢 裡面 它所強調的這些物質 你會看到 也是完全的 符合了我們在保護我們的心血管 我們提升 這個 進化我們的血液 OK 然後強化肝臟 它的那個原理 是完全能夠配合我們的M laser 你看到我們的M laser 是一個整體能夠調整 身體的整體的那個作用在裡面 也就是我們常講的 能夠讓你的內在一身 變得強化起來 因為它整體的強化了你的細胞的那個功能 那個能量起來 那麼我們發現到 這個CV8 是一個非常好的配合 因為我們用M laser 是用物理性 因為用光的原理 那麼當然裡面你會看到 我也強調在這個過程裡面 無論是我們的營養吸收 或者是我們的能量的創造 裡面都要有一定的營養素 被參與在裡面進行 那麼這一些營養素你會發現到 CV8裡面 我們人體要的這個營養素它都有 因為砂基油裡面 人體需要的各種氨基酸 這個好的這個油脂 都存在於你這個 這個砂基油裡面 而且呢 這一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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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講的那個 Berry 之王 它裡面的營養素也是非常非常的豐富 OK 那個很多的一些的 這個微量的元素 也都在裡面 你會發現到這些微量元素 它對於幫助 人量 然後 Signal的傳導 是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 這個 角色的 那麼這個 是 看起來 是有特別 為了要 讓這一些 神經系統的這個 修復 即腦細胞的這些修復 能夠產生的更快 跟理想 配合這個 IMLAC的運用 而有特別 就是設計 既有特別的 想要這一方面 創造更強大的 那個效應 而在調配上面 應該有考量在內 而做出的一個配方 OK 那麼 又用了一個 如果從中醫來說 我們可能說是一個藥影 就好像這個石榴 裡面的一些物質 它能夠更好幫助 讓這個人生裡面最重要的那個精華 就是那個人生稀有的那個人生乾燥 能夠充分的被人體細胞吸收 因為這些人生乾燥 他們有非常特殊的那些作用 在我們的細胞裡面運轉 那麼有一些非常特殊的 那些你看到 我雖然沒有看到他們講的很多 但是我知道 他們也是沒有特別的 一直要講 因為那些都是 什麼RH1 RH2 你們有時候聽了 會有一點confused的 一些字眼 但是那些就是 人生裡面非常稀有的 一些對我們身體健康 能夠產生很重要的 的一種促進的那個 那些作用的一些物質 我們講的這些人生乾燥 而且呢 當中有的一些還是只有 在一些七十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七八十年以上的這些人生 他才能夠產生的這種稀有的人生乾燥 那麼當然因為有的時候我們會有一點confused 我們吃的這個人生 有沒有像好像外賣一隻一隻 有一些也是很便宜 這樣有沒有是一樣的 有的人會這樣子 那麼肯定跟你說是不一樣的 OK 那個裡面一些五六年種植出來的人生 跟這種野山的人生就已經有很大的分別了 更何況這個野山的人生又經過了漫長的歲月 所以他是從大地裡面 這個 吸起了 這個 他們的講法是這樣 這個熱液精華 大地 的這種精華 那個能量 所以裡面他孕育出一些特別的 一些物質出來 那麼只有 有這種年份的才會有 這種非常稀有的這個人生乾燥 那麼這些人生乾燥科學就要拿去研究 他們發現到 他們對於抑制一定的腫瘤這些 甚至對於抑制很多這些癌症 它有非常棒的那個作用在那邊 OK 而且呢跟很多現有的一些 這個傳統的這個癌症的治療 它能夠產生非常強大的那個 然後他能夠保護我們的好的細胞 在治療的過程 不至於被傷害的太嚴重 然後能夠被修復的更影響 而減低了很多 因為在治療過程產生的很多副作用 那麼這些都在CVX裡面 這個西有人腎乾燥裡面 它是存在的 那麼這些它也對我們的心肺功能 我們的腦部 腦的這些細胞 有很好的 輔助作用在那邊 所以呢 如果用癌症配合這個CVX 我很肯定 它能夠產生更強大的那個功效出來 OK 不要 不要說到 強化這個人腎乾燥它的作用 單單只是殺肌油 配合這個MNAS 我相信它對於你的血管的彈性 確管你的血液的這個進化 OK 然後你的這些血酸的那個避免它的形成 就已經產生一個很重大的那個作用在那邊了 OK 那麼另外 不要忘記就是 M-Laser基本上 因為它能夠激活我們身體每個細胞 它產生能量的那個機制的啟動 產生很大的作用 所以呢 它會激活我們每一個細胞 對能量產生所需要的那個營養的吸收 能夠變強大 所以這個時候如果我們能提供身體所需要的各種各樣的營養素 來到我們的細胞 那麼這個細胞會變得強大起來 而且呢 對於修復我們的身體 我們具備更多的材料更多的原料去運作 那麼你也會發現 因為一般上的很多的人會以為吃了人生不能睡覺 但是這個我起先也都以為 因為我已經開始吃了大概是有兩個星期 那麼我第一個星期 我吃了之後呢 一個星期之後 其實就開始出現了一些好轉反應 就是大家都知道我是做過 bypass 的 那麼我是有一個 那個zip很長的在我們的胸口 跟在我的腳部那邊 那麼我喝了一個禮拜之後 一開始當然我整整喝每天喝一包 那麼我發現到那個腳的那個傷口 因為這個傷口已經十多年了 它的旁邊的那個組織 當然它是變成一個bar這樣 我就發現那個傷口突然間很癢 OK 有時候癢到我半夜的時候 有一點睡覺都有點困難這樣 OK 很癢的那種現象 我要塗一些蜂油啊什麼 來治癢 那麼我大概知道 因為我通常吃很多的這些產品 也都不會有這種反應 我也沒有什麼腰物敏感 也不會有強烈什麼食物敏感 那種現象的 那麼為什麼喝了這一個 反而我出現的這種狀況 我大概知道應該是有一定的 對於這一些傷口上面 等那個修復的促進 它開始要產生了 那麼我第二個星期 我就乾脆我就喝兩包下去了 OK 那麼喝兩包 開始我會很擔心 是不是不能夠喝 不能夠睡覺 那麼第一天呢 當我喝的時候 其實我是在晚上喝 OK 那麼很盡興的 我還是能夠睡 但是唯一的呢 我是比較早就起床了 那天 我大概是五點這樣 就起床了 OK 那麼我就想 不要緊 我第二天 我還是兩包兩包喝 OK 那麼突然間 我去到大概是 第 這個第八九天這樣 OK 我就有出現 第二個症狀 就是我越來越早睡了 就是我吃飽了飯 大概 大概 有時候八點 七點多這樣 好像現在 差不多要十點 我也是有一點眼睡 因為我 就會在盤晚 的時候 吃一包 上吃一包 盤晚吃一包 那麼我吃了七點多 吃了晚飯 我做了一點東西 我就發現了 好像 那個身體會進入一種狀況 OK 我也很想去睡覺 的那種狀態的 那麼我如果沒有 好像這樣子 晚上有這個活動的話 通常我就 大概九點鐘這樣 我就睡著了 OK 然後我會一直睡到 大概五點鐘 那麼這個也當然 是有一點比較早 但是九點到五點 當然 身體的條件 那個也是應該 應該是一個正常的狀態 那麼我發現到 這樣子一下來 這幾天那個精神狀態 當然會在百天的時候 會變得更理想 OK 然後身體那個癢 開始就慢慢的消失 在我的腳那邊 那個傷口那邊 就慢慢的消失 不過呢 有第二個的跡象 我是會發現 因為我曾經在這個腰部那邊 我有摔倒過一次 那麼比較嚴重的呢 有敲擊到我的那個尾椎那邊 那麼有對我的 椎骨那邊 會有壓迫到一下 一點我的那個 腳部的那個神經 所以我的腳的那個神經 有時候呢 會有麻痹 那種比較容易出現 甚至有時候還會出現水腫 那種現象的 當然這個也跟我的心臟 是有一些的關係在那邊 OK 那麼我發現到 這個狀況 它有出現 那個尾椎那邊 然後那個腳 然後那個 腳那個 這個 拇指 腳的拇指 有比較好像麻木 麻痹那種現象 那麼我是覺得這個 可能是進入第二期的 那麼在我加強了這個 這個 包素 它可能出現的 一種狀況 OK 這個跟 尤其是傷口上面連接 這種氣血循環 應該是有年代的關 那麼我希望 它不會持續的太久 那麼我會持續 再兩包兩包 再吃下去 那麼當然 有一些 這裡面的一些物質 它對於恢復我們的青春 我們的這些皮膚 當然我沒有辦法 在這麼短的時間 能夠看得非常的明顯 反倒是我的太太 她的手臂的一些斑這些 她就很明顯的看到她的 這個退化 是非常理想的 當然我的太太呢 就比較理想的會看到 就是 這個臉色方面 非常非常的 紅潤那種 她就很明顯的會看到 你會看到有光的那種發生 產生 那麼改次 它有進一步 有更好的那個效果 我再和大家的分享 那麼今天呢 我就 稍微的就講到這裡為止 那麼希望大家有什麼疑問的 你們可以發問一下 我留一點時間給大家 好 謝謝